公屋顛價放盤,鄭月娼說賣相車 公屋價瘋狂,200萬以下的公屋不少見少 業主加價,封盤,什麼都齊 就像王大仙一樣,說就說有10個放盤 但大部分業主都沒有想放 一個實用面積300多隻的單位 業主由年年底叫價140萬,半年三度反價 現在叫200萬,叫得這麼瘋 當然期待5000個,白表免保地價總簽者接貨 曾經出過幾間公屋王的青衣場安村 業主就陸續封盤 有個實用面積400多隻的單位業主 連讀表價叫到200萬都不放 本來打算買公屋,換私樓 但樓價越來越瘋,欠百多萬都買不到什麼樓 教授去年二月就在我們的專欄 叫讀者細價上車盤,有賣襯手 不過上個月政府又出招 連教授都轉口功了 政府不停出招的訊息是很強的 如果樓價不掉,他不會停止出招 他提醒,美國經濟很快復甦 年底分分鐘會加息 但他不鼓勵上車的人賣樓 因為短期樓市還會上升 賣樓套現之後忍不住再入市 方便就更加大了 我們都沒辦法 今天下集中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最好 感谢观看